哎呀 打了好几个喷嚏 很难受 现在百分之百确定是感冒 是感冒的话 我就不是特别怕 只要不是高反 不是飞水肿 因为感冒吧 过不了几天 他自己会好 但是今天吧 确实不敢出去找小孩 因为这个风吹着 真的非常难受 这边的风很大 又特别冷 现在的温度是7度 难受 坐起来就头晕 现在开始扭鼻涕了 非常难受 头痛 喉咙也痛 说话都不想说 是这样子 我前天晚上不是 去那边买东西 半夜回来吗 我回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了 我又去看那些小黄格 那时候也刮大风 也特别冷 所以说就导致我感冒了 现在也发烧 就头晕 非常难受 这两天都不能去找小黄狗了 实在没办法 哎呀 我这两个小狗 倒是玩得挺开心啊 你看 活蹦乱跳的 白兔长得挺大的 赶紧给他喂点东西吧 哎呀 变完了呀 这 哎呀 你这个吃货 半桶 慢慢吃吧 你爹我非常难受 你倒是吃这么开心 你看大口大口 你爹我特别难受 你也不消瘦你爹 去给我买点药啥的 也不干点活 哎呦 不能这么干呀 小白兔 你已经吃饱了吗 你吃那么快 哦 养的什么玩意儿 这贪吃的玩意儿 这里特别冷啊 到了晚上就六七度吧 哎呀 这里是下雨 那边上的那山上就是下雪了 真的很冷啊 啊 已经在那待了十二天了 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太难受了 今天比昨天还严重 昨天吧 只是头晕 全身无力 今天吧 又有点牛鼻涕 哎呀 很难受 真的 哦 现在风不是特别大 我就赶紧出来 拿了点狗粮 拿了点水出来放在外面 看小黄来不来吃啊 我今天不能去找他了 我就放在这边吧 看我停车是停在那边的 不能放太近 放太近的话 他一来 宝贝跟百度一交吧 他肯定就吓跑了 就放这边吧 现在这个头啊 就感觉不是自己的一样 特别痛啊 又重啊 就迷迷复复的 非常难受 如果开车的话 百分之百出事啊 所以说也不敢开车啊 哎呦 不能去找小黄了 只能给他放点东西在这里 他能吃到就吃到 吃不到我也没着了 啊 赶紧回车里去吧 被这风吹着 真的特别怕风啊 哦 有的网友就说 你已经在文区待了那么多天了 还是救不住他 你放弃吧 其实我也想放弃 但是 如果我回去吧 我觉得 心里肯定会更难受 那我还不如就是多坚持几天 等我买的补狗的工具到了 看能不能捉到他 也只能用这种办法啊 有的人说 你真的是个好人 你很善良 其实我不是好人 我也不善良 我更不是爱狗的人说啊 我只是说 哎 两次遇见他 真的不忍心 就是看着他 继续在这里 老了死在这里 他已经老了 看着有点不忍心啊 我收养的这两个吧 两个都有很深的故事啊 保镖吧 真的 骑行就陪我经过了无人区 那做人也不能忘恩负义啊 对吧 在我最孤独的时候陪伴了我 那现在也肯定要好好养着他 百度吧 是由狗温西小被人扔掉的 我倒霉 我给遇见了 现在把他救好了 养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有感情了啊 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所以说 我不是一个挨狗的人 但我会经历的 就对他们好 对他们负责啊 哎 这个感冒嘛 不是要命的病啊 我躺两天应该就没事了 躺两天吧 等我在网上买的那个 嗯 补狗的工具 还有那个 就是框 到了的话就 把他带走就行了 哎呀 实在没你去说 就说这么多吧 下期再见 哎呀 太难受了 的 小狗